杨子的作品在圈内有多出圈 仅仅是脱口出的四个字 竟然暴露了杨子的剧有多火 在一档节目中 大家提起影视界的出圈作品时 戴军直接脱口出的四个例子 恰好都是杨子出演的代表作 这随口一说 足以证明杨子的影响力有多大 从香蜜到长相思 一众明星都在追他的剧 杨子是以童星出道的 童星出道的 他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数十年 无论是曾经的香蜜 还是现在的长相思 仅仅这两部剧的火爆程度 就足以证明杨子的抗剧实力 杨子凭借自己的实力 不仅让自己跻身一线顶流 甚至以一己之力带动剧中歌曲 演唱者萨鼎鼎和毛不易等歌手 他让这些歌手的音乐事业 更上了一层楼 而剧中杨子超群的演技 也无疑是长期占据当时话题的一大热点 香蜜中的从未那两个字 就让许多网友至今走不出来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许多艺人也纷纷加入追剧的队伍 最让杨子感到意外的是 一向严肃的大姐大秦海禄 竟然对香蜜十分感兴趣 阿雅为了追香蜜 竟然熬了个通宵 可见杨子杨子的演技有多好 也说明了香蜜是古装天花板级别的剧了 不仅如此 杨子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本来以为杨子出演的香蜜 播出的效果就已经是王炸了 但是没想到 长相思更是王炸中的王炸 长相思播出仅仅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是热度第一 这部剧真的火出了圈 种种迹象证明 杨子的抗拒能力和演技 真的是达到了顶峰 从杨子躲到角落里 吃蔬菜的这个动作里 我读懂了他的教养 到底有多好 在某一综艺节目中 当天的杨子 煮好了需要用的备用菜 但是当时的林大厨 觉得煮得太久了 这些菜有些不新鲜了 为了保证菜品的口感 所以让杨子 把那些不新鲜的青菜倒掉 但是杨子觉得这样真的很浪费 于是再三询问林大厨的意见 但是得到的答案 就是笃定的倒掉 听到林大厨的回答后 杨子并没有按照他说的去照办 而是自己一个人端着那盆蔬菜 默默地走到角落里 一口一口地吃掉 从杨子看向林大厨的眼神中 看得出来 他对浪费食物的做法 有多不理解 虽然杨子是顶流小花 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得高高在上 反而还很接地气 在一档节目中 主持人需要打开他的冰箱 再打开他冰箱的那一刻 冰箱里的好多食物 都让王家尔惊呆了 冰箱里赫然呈现出了好多馒头 杨子却毫不避讳地 说着这冰箱里的馒头 杨子真的跟普通老百姓一样 这也似乎是杨子人员好的原因吧 杨子的人品好 不仅是在镜头面前 私底下的杨子也是很好的 某次杨子路上 遇到一位脸色苍白的阿姨 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丝毫对此不关心 当时节目组的摄像头 拍到了杨子 对这个阿姨的热心询问 杨子贴心地说到 给阿姨买点东西 可见杨子的 真的是把教养 刻在骨子里的人 杨子究竟有多受宠爱 竟然能让娱乐圈的所有人 都想给他介绍对象 在一档节目中 坚韧姿大方地说道 如果杨子能脱单 他愿意胖试惊 因为他觉得杨子值得被宠爱 不仅如此 只要是娱乐圈的前辈 知道杨子单身 都想着给他介绍对象 就比如黄晓明 在录制某个综艺节目中 在和外国有人交谈的途中 得知对方是单身 便随即大喊出了杨子的名字 强调到对方没有结婚 听到这话的杨子 脸瞬间红了 他想赶紧逃离 这个尴尬的地方 在跟孙洪雷录制一档节目时 孙洪雷也直接是 开门见山地问道 杨子有没有男朋友 杨子赶紧说道没有 正好坐在孙洪雷旁边的 黄子涛也说没有 孙洪雷就直接顺势 开始牵线搭桥 杨子听到后 直接笑了一下来 结束这个话题 在杨子去蘑菇屋做客时 在面对黄磊老师 一连串的追问 杨子直言自己也想交男朋友 但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好巧不巧的是 黄磊老师直接说 把张一新介绍给他 主打的就是一个 肥水不流外人田 杨子的好朋友 马思纯在接受采访时 被记者问到 怎么表示对杨子的爱事 他竟然直接说道 给杨子介绍对象 尽管大家都带着一些 打趣的意思 但是大家想让杨子 脱单的心情却是真的 可见杨子在娱乐圈 多受宠爱啊